宿舍的時候,你帶來的工人 到農曆過年,就是最近這幾天就是了 因為農曆過年,漢人的人都去過領 結果,他在那裡可以運營 我住民,他們沒有在過街 我住民那幾月就說,我帶你來看 看一看,就帶他去那裡,就去那裡 看到這個生活 那人看到漢人,到那裡去報告 又帶那個小麗顏夫二郎上來 小池三九郎 因為石田長田本身臨血知識不夠 他不大會形容 後來的人寫出來報告 所以有的,像年復集的一些資料 都說發現阿里山的人叫做小池三九郎 其實不是,這個都已經頻繁過來 那當時看到這些,這就是萬歲山 後來,在那個萬歲山底下 到藻枝坪,就是我們在那個蔣介石同鄉那邊有沒有 那邊的地 往上到這些,到這個山頭 到明天要去看日書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有巨大的快幕裡 好,這個此間啊 那經過民營、藤田竹,又公營 在那下整個過程 那個整個過程 反正資料桌上在你們手上 只要你有信任 那最後定驗就是還是官列 有政府進驗 那什麼時候出? 1912年 中華民國締造的營運的十二頁 二十二十四還二十號 我忘掉,你看一下 那個第一輛柴車開到嘉義北門站 從二萬里面下來 就正式開啟台灣快幕的砍發室 然後我在那下面也跟你們講 當時呢 1912年的前進指揮中心 在二萬坪 二萬坪就是我們今天上來最後的站 這樣就是 坦白講我看的實在是 有了說 即使現在還是很混混不停 台灣最好的地方 都給國民黨站為黨產的那種地方 像 那個救國團 在台灣好幾個山莊 在中高海拔 只有他們有全力去經營 那這個地方也是給人家站來的 當然是跟林務吉換的 那林務吉只要是國民黨要的 當然都在以前的時代 那現在雖然所謂的 已經什麼合法化 已經猜得好 八八災片的時候 垮掉了 為了他們馬上就蓋一條路 又蓋進去 都是那一種 你要怎麼講 我們還請那個誰招 還有你們看到的那個 等一下再告訴你那一條 民營那一條 有沒有現在邦記 九二一大地震不是兩個世代代嗎 然後呢 那個他們就揍了 花了一億兩千萬 就蓋了那個明隧道 你們現在都看得到的明隧道 好啦 做好之後 經過十一年左右 一部車也沒有經過 因為那一條路只做一半 只做到那個你看過 看到的那個 翻過去一個山洞 那個最廠商的過去以後 就沒有做 距離到底也還有兩倍的距離 還有再一倍的距離才會到 他們伴樑 爸爸再一倍就掉下來 要斷 所以一億兩千萬 零 就這樣 我就把調查的 我去沿線的所有 我就丟給監察員 監察員 就 就 糾正 糾正又怎樣 就是一張紙而已 還畫個護表給我 說他們有糾正 那 可能怎樣 沒有啊 不會怎樣 這種掙錢 真的要去的時候 就是把它炸掉而已 你還能怎樣 當時的二萬坪 那我是追行每一個 當年 每一個開發基點 比如說二萬坪 他是阿里山前進總指揮 前進總指揮的基地 從1912年開始出差 到1927年 1927年的時候 這個機關庫 所謂火車機關庫 你們要了解 他的火車時很多隻 他最重要的就是火車頭 火車頭 在睡覺的地方 叫做機關庫 1927年 機關庫 就從二萬坪移轉到 現在你們看到蔣介石 在吉木柱 那個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前進指揮中心 從那裡 就是 整個阿里山 最精華的地方 然後 然後往冥葉線前進 冥葉全部洗劫一空 到石火接下來 再移轉過來 往逸山 南子仙溪方向 鹿林山方向 我們明天要去的地方 那個整個 你看到過的 所有的山系 一條一條鐵路窗過 上下清光 上下清光 所以現代的人 你們在看著的 其實呢 如果 你能夠一百年前去看的話 那不得了 不得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個看到的 都是真的是灰情一樣 那這是二萬坪 詳細 你真的再反正那個書都有了 那本書 他不會說我做很久 做很久 你算有歷史 還是從那本才開始 日本人會有漏 有漏 漏一些的 我就把他教授 這樣 然後 問很多人 那本來我想繼續深入去 因為 動植物啦 地質地形啦 人文啦 種種的部分啊 真的可以發展出 到時候呢 後來我看到 從1980年代以後 阿里山開始商業化 乃至於到整個國家 這樣子一直在 每開發一個地方 就是摧毀那個地方的 真正的性靈文化 職業 我們一直是 蝗蟲過境式的 你去看看北宜公路 你看看 開發北宜公路 那就是消滅坪林文化 坪林 你去仔細研究一下 那個也都有很好的 每一個地點 金瓜石 每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因為 執政者從來沒有要 留在這裡 也不是把這裡當作假 然後即使到現在呢 我最擔心的是 台灣會不會變 台灣會不會變成呢 就是將來 中國的離島工業區 離島會去無人 因為以目前來看 鼓勵台商回流呢 要蓋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這種 這種東西呢 不是說我們多利 而是必須要及早提出 那這種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你能夠決定的 沒有啦 這是像說 因為那個地方 哇 看起來這麼平的地方 他很高興 涼一涼恰好滿北 但是呢 剛剛 鐵鬼震到這裡說 蓋好了 當年的 1906吧 1908還是06 當年的一次颱風來 哇 掉下去 四星北 春滿六北 五星滿北 從那個時候開始已經啟動 後來我研究了才知道 這個地方 包括那一座山 叫做飯包吾山 在慈音寺看下去 有一個 遠遠圖起來 就是飯包吾山 兩邊 一邊就是二萬坪鐵路 一邊就是二萬坪的那個 就是阿里山空路的一個煙火的地方 各位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山 我後來研究就是八八在那裡才知道 它不是一座山 它曾經在冰河之期 大崩塌下來 所堆積出來的土石 它沒有山的 原存的結構 所以 那樣好不容易穩定的 那因為開花的關係 從 射阿里山鐵路 就已經打破掉它的穩定性 所以那裡呢 從以前到現在一百多年 就是一直在崩塌的過程 後來日本人稍微把它定住了 但是呢 現在 難至於八八的床床 那跟你們說過 那這二十幾道 二十幾道線 每一條你們自己去對著看看 你要去哪裡看 像這個呢 從昭平過來 到 澳縣的地方 叫十字分道 往這邊走 大塔山在上面 我們看到崩塌地 就是在這裡 過去這裡有一個 整個所有阿里山鐵路 最長的隧道 叫做塞坑 一公里外 好 這以前的日子世界大戰 什麼 都聽說 那日本的金子都藏在這裡 好 他們那有趣味的 那以前的大套山的天館 要照顧美國花蓮子來 因為美國已經 怎麼專門要炸這個阿里山 炸阿里山 炸阿里山是要炸什麼 炸石油 因為當年 蟑螂 滴海拔的地方 在阿里山 翻過去水山那邊的 那邊的那個 蟑螂 是台上來 阿里山再運出去 那那個 那個 當時的那個 情報站很好玩 那個美國人 還散播 告訴那個台灣人 說 你們啊 那個飛機來 你們要在下面放煙火 那放了煙 煙吹上來 那飛機會看不正地下 就不會炸到你 他們謠言 美國的謠言 傳播成這個樣子 哇 阿里山家就真的燙了 那燙的時候 剛才好 最好的目標 炸彈的 等到他就一招 後來 叫我們炸彈的 叫炸彈的 叫炸彈 這種的情形就是 那台王上 這個 那個神話就是說 喔 那美國的 那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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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飛機員 都說 你們台灣小孩有夠厲害 我炸彈的 那用 去幫他接炸彈 幫他當 馬祖顯聖 喔 我在訪問 台南這邊 那不是只有馬祖 要叫炸彈 那 李鑼車 三太祖 騎鋒飛輪 騎單車單輪的 這些 還有翁爺 好 結果 騎那 騎那什麼 西拉爺 因為他們被銅化 銅化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他們的阿力族 也會接炸彈 真的 真處理 這種 真的 敏感就是這樣 那這個武斷 你們大家自己去看看